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SixNickers的克拉拉小小姐 今天要给大家评测的是SixNickers开播有史以来第一双New Balance,简称牛逼 那为什么说这双鞋简称牛逼呢?因为它真的是一双很牛逼的鞋 首先我们来开一下箱 就是这双鞋啦 那如果平时不是很关注篮球的小伙伴呢 可能觉得这双鞋就是一双一般很一般的新百轮的篮球鞋 但是呢就是关注NBA的话你就知道在5月12号的时候呢 罗纳德在季后赛抢期的过程中呢 投出了一个第一次NBA有史以来抢期的第一次绝杀 那而且当天呢也是他第一天穿这双鞋的这个配色 然后投出了这个抢期 由此呢这双鞋也从只是所谓的全球限量232双 升华到了一双具有历史意义的 非常值得收藏的一双实战篮球鞋 这双鞋 那小卡和新百轮的合作呢要回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 那小卡和新百轮的合作呢要回到去年11月份的时候 他们签约就是正式合作了 新百轮呢也是花了22million的美金的价格 就是签约了这个小卡 那今年二月份的时候呢他在全明星的时候是第一次上缴了这个球员版的 那这一次发售的呢是他在就是季后赛第二轮的抢期的过程当中穿的第一次穿的这个配色 那中央鞋呢据国内的媒体来讲他是说一共发了全球232双 但国外的话呢其实只是放消息说他是非常非常限量 但是没有说具体多少双 那国内的话呢是发了38套一共 在国外的话呢就是差不多就是剩下的基本都在北美发售的 发售呢比较有意思啊就是在5月7号晚上在这个76人和Raptor就是在比季后赛第五场的时候就是之前发售的 也就是5月7号晚上北美这边晚上7点 也就是国内的话呢也是同一时间在5月8号的时候早上7点发售的 那国内发售的话呢一共是三家店铺啊什么天猫官网还有京东 那38套分在三个官网发售我估计也就是每一个网站差不多一个套码的样子 所以说国内真的是非常限量 而且这一次呢就是新百轮之前还挺低调的就是没有放出消息啊 发一直到5月6号呢才放出消息说要在5月7号的时候发售 所以说呢这也是可能很多人没有在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个消息 然后就没有来得及去抢 那发售当天呢就是在国外这边就是所有的鞋款 都是在新百轮的官网发售的 那我们当时呢比较幸运啊就是它那个新百轮的官网还挺科学的 因为可能没有发售过什么限量的球鞋 所以说没有报它之类的 就而且呢它有一个设置就是可以one click 就是你之前呢可以填好你所有的信用卡包括地址等信息 那等到你买的时候呢你只要点一个你所要的尺码 然后点一个one click键它就自动就帮你下单了 那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呢就差不多用了两秒钟吧 它就直接出了一个order number就抢完了 就是一脸目逼就抢完了 那这个真的是比耐克和阿里达斯抢限量球鞋要简单太多了 那这一次的发售呢其实是一个two way pack 就是首先呢它有一个寓意啊就是说伦纳德这个人呢就是进攻防守都很强 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球员 另外呢就是它一共也是发了两双鞋在这个pack里面 一双呢就是以实战为主的就是我手上的这一双omnis 那另外一双呢就是它同时发售的一个同样配色的997s 那我手上的这一双呢是997就是997呢就是算是一个美产的吧 那997s呢就是一个经过改良的比较低配版的997 那图片上方的这个997s呢就是经过伦纳德自己设计的一个配色 那这双omnis呢也是通过这一双997s的配色为灵感吧 就是出了一个这样的配色就是以及蓝色啊黑色还有金色为一体的一双球鞋 但是呢这双鞋从我们5月7号开始下单一直到5月13号拿到这双鞋呢 其实它的意义真的是具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是我吹哈 就是一开始呢它只是一双232双的全球限量 那继到那一刻呢其实也是因为它这个抢7绝杀这一球 决定了它真的是非常具有历史性的意义而且是算是改变了历史吧 那当时的话呢就是其实大家知道就是Raptor和76人 在整个季后赛的过程当中是非常胶着的 一直是3比3然后到了抢7的过程当中呢 前四就是也是咬得非常的紧一直到比赛的算是秒表停了 过了最后两秒大家才知道最后的结果就是Raptor赢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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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这个球也是非常具有戏剧性啊 就是它当时投出的那一刻也是就是在篮筐边上弹了一下 而且弹得非常高就是当时大家都以为就是没戏了 就打平了要直接加十了 结果呢他哎他又投了又又这个颠了两三下以后又直接进球了 也就是在比赛秒表过两秒以后才真正进球了 嗯那这一球呢对于整个Raptor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算是一个巅峰的一球吧 而且对于季后赛来讲也算是改变的历史 那对于罗纳德本人来讲那更是不用说了 他其实之前呢也是就是受到了一些争议啊 虽然说他一二年的时候一开始非常顺 经过了NBA选秀 然后到了马次队以后 在14年的时候直接拿了总冠军的MVP 但之后呢因为他绞伤的关系啊 也是传言说他跟马次队之间就是关系不合 然后后来呢也是在签约的最后一年被移交的 就是换到了这个Raptor这个球队 那当时呢也是质疑声非常大 他这次呢也是真的是顶住了压力 在最后一刻证明了自己就是真的是一个世界巨星 能够在最后一刻用自己的大心脏投出这样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球 值得注意的是呢就是在季后赛能够在关键性的时刻打出last shot 也就是决定胜负的last shot呢 其实历史上也只有迈克尔乔丹这样做过了 那在1989年的时候呢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一双刚刚复刻的Airdrop One 4 乔丹呢就是穿着这一双鞋就是投出了最关键的一球 那这一次呢罗纳德投出了这一球呢也是真的是非常具有历史性的时刻 这一刻呢也是真正证明了罗纳德他有一颗大心脏 而且是一个世界巨星 那大家值得注意的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呢 其实在上一个赛季啊罗纳德签名的还是乔丹旗下的 而且是没有属于自己签名鞋的只是能够穿正代的一个球星 真的是耐克对于罗纳德不是非常的重视啊 那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就是在Jordan Brand底下有自己签名鞋的 在这个季度的表现像保罗淘汰了 威少淘汰了 安东尼直接被裁了 那在耐克旗下呢有签名鞋的PG淘汰了 KD腿伤了 詹姆斯没进季后赛 欧文淘汰了 那唯一还有希望的字母格 这个签名鞋还没发出来 就是真的是 算是耐克把这个罗纳德都列在 算是列在这些球星之下吧 当然呢 耐克也不仅仅是考虑到整个球员的表现吧 也是考虑到因为大家都说 罗纳德是个机器人嘛 就是他从来不像 很多人在这些地方 都知道这些人 你会有很多东西 可以吗 可以吗 你会有很多东西 都知道你 我会有很多东西 都知道 你 我会有趣的 我会有什么事情 也是考虑到他比较内向的一个性格 所以说呢 觉得他可能不大适合代言耐克这个品牌 但是New Balance这个品牌呢 就是大家知道比较低调 也不出什么限量鞋 就是我觉得整体跟罗纳德的性格 也是非常fit的 所以呢 他也是这一次算是赌了一把吧 花了2200万美金的大价格 把这个罗纳德给牵走了 而且呢 大家也知道新百伦就是很长时间已经不出篮球鞋了 一直出的是跑鞋嘛 那这一次呢 出了一双篮球鞋 那也是真的是赌注非常大 也是在真的进球的那一刻 新百伦知道自己赌赢了 就是赌了一个世界超级巨星 那接下去呢 我们就来进入一下这双鞋的细节评测 我已经感受到了满满的弹幕 说这个人就不说鞋 只说一些废话 但我并不认为这个是废话 就是因为如果只是评测这双鞋的本身的话 其实就是真的是可以讲的 也不是非常的多 但是本身的故事包括这双鞋的意义 真的是非常的巨大 就是Six Sneakers的宗旨 并不是说我每一双限量鞋发售了 我去评测它的细节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更多的我想给大家传播的呢 是整个球鞋背后的文化 以及它的故事性 那星百轮这一次呢设计的也就是一个中端篮球鞋 价格呢也是比较中端的就是199加币 那这一次呢它也是整个设计也是非常中端 就是大家篮球鞋是怎么样的 它就是怎么样的 就这一次呢前面鞋头这边呢 用了一个比较常用的编织 但是呢跟阿迪达斯和耐克比起来的话呢 还是稍微差一点 它用的是蓝色和黑色相交的一个编织 黑色部分呢稍微硬一点 蓝色部分呢它可能透气性更加好一点 比较软一点 但是鞋头部分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如果鞋穿上去的话呢 它这个大拇指的部分会比较空一点 它包裹性没有那么的强 到了鞋的鞋舌部分呢 它这个用了一个跟flyknit比较相似的一个编织 就可能现在谁家的编织都比较接近吧 那脚踝部分呢它用了一个TPU 可能大家以为这个TPU和整个鞋是包裹在一起的 实际上它是分开的 就是是这样子的 实际上是一个分开的 也是对包裹性有一定的帮助 那中底的减震材料呢 它用了一个叫Fusil跟耐克的File Lawn是差不多的 就是一个发泡材料 那它也是采用了一个往上延伸的一个感觉 就是增加了这双鞋的包裹性 这双鞋的外底呢 也没有采用非常先进的科技啊 用了一个比较粗的这种多边鱼骨纹在上面 增加了一下这个鞋的摩擦力 那这个鞋底黑色部分呢 有一个新百伦的一个标识 而且这黑色部分呢 其实是就是一种小爪子的感觉 就是可能是一块这个抗扭板 或者说是碳板吧 就是我整个掰下来感觉就根本掰不动 它的抗扭性还是非常好的 那这双鞋呢实战的部分 其实差不多就到这里 接下去呢就是一些小的细节 比如说这个边上鞋带孔 这个金色的部分 虽然说看上去比较好看 但是呢它这个 采用了一个算是格 或者说是塑料的一个材质吧 就是也不是非常好的材质 只是观赏性比较好 另外这个绑带的话呢 上面写了一个New Balance 但是呢绑带其实是比较松的 就是不是说实战性效果非常好 其实也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脚踝处这个TPU部分呢 它是内侧和外侧都写了一个非常大的N 就是代表星百伦嘛 就是这个球进了以后 大家也是从各图片上面 就是一看就是为星百伦代言 那斜舌上面的话呢 是有一个它这个伦纳德的一个标志 但是呢这个标志就是比较low的 就是它先写了一个K 然后边上一个L 又写了一个二号球员 而且这个标志呢在每一个不同的配色 它现在可能没有完全定下来嘛 也是一个不同的标志 希望呢它之后能够慢慢的就是设计一个 属于它自己个人的一个标识 然后能够就定下来 定一个比较好看一点 那接下去呢就是一个互动环节 季后赛进行到现在 大家可以弹幕刷起来 告诉我你自己支持的球队 是哪一支 Let's go Raptors Let's go Raptors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 Six Sneakers channel的话呢 一定要点击关注 之后呢会推出更多有关球鞋 潮流丰面的review 以及加拿大的vlog 拜拜